说假设上市公司A的话持有上市公司20%的股份 然后B的话呢 通过协议方式将20%的股份来买入 它并没有超过30% 所以这种情况按照协议收购去处理 这个没问题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第二种情况 说假设上市公司 这个A持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 然后A呢 将40%的股份通过协议方式全部转给B 站在B的角度一下子超过30% 但如果B呢 它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什么情况下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规定 例如说AB能够证明 它同时受自己的控制 就是上市公司 它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在这种情况下 免于发出要约 还是直接履行收购协议就可以 将协议收购 大家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过度期的问题 以协议方式 经上市公司收购的 自签订收购协议期 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 为上市公司收购过度期 在过度期内相关规定 第一条 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 提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 却有充分理由 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的董事 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是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 大家必须清楚 那么相关的课题 前面讲到 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的比例 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是大于等于三分之一 那么还讲到 什么情况下 表明取得 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像实际控制权的时候 四选一 其中第三个标准 能够控制董事会 办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所以这几个数字 别急穿了 再看一下第二条 被收购公司 不得为收购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第三 被收购公司 不得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 不得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 及重大投资行为 或者与收购人 及其关联方 进行其他关联交易 但收购人 为挽救 陷入危机 或者面临严重 操控困难的 上市公司的情形 除外 特别是前两条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的 再看第二问题 是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的义务 像第一条 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向收购人 习以转让 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应当 对收购人的 主体资格 诚信情况 及收购意图 进行调查 并在其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披露 有关调查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上市公司 说A 是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 将40%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B 协议转让 站在A的角度 你需要对上市公司负责任 所以这个控股股东 应当对B的主体资格 诚信情况 及收购意图 进行调查 并在其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披露 有关调查情况 这是讲 协议收购 类似的问题 前面讲 要约收购的时候 被收购 上市公司董事会 应当 对收购人的 主体资格 自信情况 及收购意图 也需要进行 分析和说明 再看第二条 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 未清偿 切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 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的 就想跑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被收购公司董事会 应当 对前述情形 及时 与披露 并采取有效措施 维护公司利益 这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呢 对这个第一条 控股股东的义务 大家必须清楚的 这是协议收购 再看一下 第八个靠底 管理层收购 这个靠底 一个信号 或者两个信号 不属于战略放弃的范畴 先看第一问题 他上市公司 董经高 员工 或者 其所控制 或者委托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你对本公司 进行收购 或者 通过间接收购 取得本公司 控制权的 不管是直接收购 还是间接收购 该上市公司 应该具备健全 且印象良好的组织机构 以及有效的 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 独立董事的比例 应当达到 或者超过 二分之一 这块 是大于等于 二分之一 前面刚讲过 正常情况 上市公司中 独立董事的比例 是大于等于 三分之一 但如果涉及到 管理层收购 独立董事的比重 是大于等于 二分之一 所以这一点 大家需要清楚 而且前面我们讲到 什么情况下 构成 一致行动人的时候 他能讲过 这个上市公司 董经高 和员工的问题 比如说 假设上市公司 然后A的身份 是上市公司的 董经高 或者员工 然后B的话呢 这是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呢 是上市公司 董经高 和员工 它控制的 一个企业 说A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是百分之四 然后B的话 是百分之二 他们是 一致行动人 所以所持的股份 应当合并结算 再看第二条 公司应当聘请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资产评估机构 提供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关键是第三条 本次收购 应当经 董事会 非关联董事 作出决议 有关联关系的董事 应当回避 并且取得 三人以上的 独立董事 同意后 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同工 两个问题 第一个 独立董事的问题 他这一块 是取得 三分之以上 独立董事 同意之后 才能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这一块是三分之二 类似的问题 你赶紧看一下 前面第六章 我们讲过 独立董事的 特别执权 讲特别执权的时候 其中 第一项 到第五项执权 它是需要经过 半数以上 独立董事 统一 才可以 半数以上 独立董事 但是讲到第六项呢 第六项还记得吗 是独立聘请 这个独立聘请 不管是 审计机构 或者自信机构 对公司的具体事项 进行审计 或者咨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需要经过 全体独立董事 统一 才可以 但这一块 又冒出一个三分之二 那这点也需要清楚 那第二项解释的问题 股东大会审议的时候 这个关联股东 他需要回避 回避之后呢 该事项 又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通过 这块是 过半数通过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而不是 三分之二 但第四条 独立董事 发表意见之前 应当聘请 独立财务顾问 就本次收购 出具 专业意见 独立董事 接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应当一并 预于公告 第五条 上市公司董江高 存在公司法 第148条 规定情形 148条 咱们讲过 董事高管 讲到 忠实义务的时候 讲交易竞争 那是148条 或者 最近三年 有证券市场 不良诚信记录的 不得收购 本公司 用的是 最近三年 有不良诚信记录的 是不能收购 本公司 这是关于 管理层 收购的问题 谈到这个考得 去年筑块 考过一个多选题 我们看一下 说白云公司 是上市公司 其董事长 和部分高管 共同设立了 海云投资 这是有限合作企业 海云投资 是星火公司的 控股股东 星火公司 准备对白云公司 进行协议收购 这是准备进行 间接收购 根据规定 此次收购 应满足若干 特别要求 下列表述中 属于该特别要求的 有什么 选A 白云公司 白云公司 董事会 传言中 独立董事的比例 应当达到 或者超过 二分之一 说法正确 选B 此次收购 应当 经白云公司 董事会 非关联董事 做出决议 并取得 三分之以上的 独立董事 同意后 才能提交 股东大会 审议 说法正确 选C 此次收购 应当经 全体 非关联股东 所持 三分之以上 表决权通过 对吗 股东大会 表决的时候 应当经 非关联股东 是出席 会议的 前提 是出席会议的 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 通过 所以C 肯定不能选 选D 白云公司 应当聘请 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 资产评估机构 提供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说法正确 所以这是选 ABD 就可以 上市公司 收购的问题 不管是 要约收购 协议收购 还是管理层收购 大家都 必须清楚 然后什么情况下 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 什么情况下 是 全部要约 什么情况 是部分要约 大家必须清楚 这是第五单元 好笑 看第六单元 上市公司 重大责战冲突 这个单元 肯定是 非常重要的 先看第一个考点 重大资产冲突行为的界定 八个型号 先看第一问题 重大资产冲突的概念 什么叫重大资产冲突 是指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 在日常经活动之外 购买出售资产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 进行资产交易 达到规定的比例 导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资产收入 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 所谓通过其他方式 经营资产交易 包括什么 因为正常情况 是购买出售资产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 什么叫其他方式呢 第一 与他人新设企业 对已设立的企业增资 或者减资 第二条 受托经营租资产 其他企业资产 或者将经营性资产 委托他人 经营租资产 第三 接受付义务的资产资予 或者对外捐赠资产 第四 中国政将会 根据审慎监管原则 认定的其他情形 至少前三条 认真的看一遍 不要求会默息 但是呢 考到多选题的时候 要清楚 什么叫重大 重大资产重度 大家需要分清楚 但第二个 重大资产重度行为 它的界定标准 这是八个型号 这大家必须掌握的 考案例分析体 我们看一下 18年 2022年 两次考的案例分析体 今年还是考试的重点 是不是出题 那是出题老师的选择 站在考生的角度呢 别无选择 必须搞清楚 界定标准 先记住 是三选一 满足其中一个标准 就构成重大资产重度 我们看这规律 得上市公司 积极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 购买出售资产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度 第一条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业会计报告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50%以上 第二条 购买出售的资产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 合并财业会计报告 营业收入的比例 达到50%以上 第三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业会计报告 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 达到50%以上 并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所以这个三选一 大家必须清楚 第一个指标 是这个资产总额 大于等于50% 然后第二个指标 是那个净资产 大于等于50% 同时呢 要超过 超过5000万元 然后第三 是这个营业收入 是大于等于50% 这三个标准 不要求大家 一字不差的会默写 但这几个数字 肯定需要记住的 这是必须掌握的 然后第三 指标计算 指标计算呢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考点 大家可以选择战略放弃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初的老师 他都会直接告诉你 说到底是48% 还是52% 会直接告诉你 至少最近几年 咱们筑块呢 很少考到 说这个给你几张表 那让你据算 说到底是48% 还是52% 所以初天的可能性呢 相对来说 比较小 但是毕竟考生呢 这个老问 怎么去理解 所以我们基础班 会讲一下 考前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战略放弃 先看第一条 购买的资产 为股权的 怎么处理 前提是 到底购买 还是出售 到底是普通资产 还是股权 它是购买的资产 为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 以被托的企业的资产总额 与该项投资 所占股权比例的成绩 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 为准 那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首先需要清楚 咱们前面讲到 什么首发股票条件 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均为正数 算净利润的时候 扣费之前 跟扣费之后 进行比较 是哪个数小 用哪个 但是它这一块 是哪个数大 用哪个 相比几串 这是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以被托的企业的 营业收入 与该项投资 所占股权比例的成绩 为准 资产金额 以被托的企业的 净资产额 与该项投资 所占股权比例的成绩 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 为准 这个如何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A的话 这是上市公司 然后他购买 这个B公司 20%的股权 前提是购买 购买的资产 是股权 就上市公司 购买B公司 20%的股权 这个B公司 叫被投的企业 他购买20%的股权 成交金额 是18个亿 然后题目告诉你 这个B公司 他的资产总额 他的资产总额 是100个亿 这个净资产额 是40个亿 他的营业收入 是20个亿 然后下面判断 是不是构成 重大资产 怎么去处理呢 怎么算 是拿这个B公司 我们新外资产总额 它是100个亿 100个亿的话呢 因为他购买的是 B公司 20%的股权 那100个亿 乘以20% 得到20个亿 跟什么进行比较呢 跟这个18个亿 跟成交金额 进行比较 这两个数 哪个数大 用哪个 所以最终 他购买的资产总额 是多少呢 是20个亿 有这20个亿了 这是分子 购买的资产总额 20个亿 然后题目告诉你 A公司 他自己的 这个资产总额 是30个亿 那么大于等于50% 那这种情况下 就构成重大资产冲突 再看这个净资产 这个B公司 净资产额 40个亿 乘以20% 得到呢 这是8个亿 8个亿跟什么进行比较 跟成交金额 18个亿 进行比较 这两个数 哪个数大 用哪个 8跟18 哪个数大呢 18 说明 这个购买的净资产 这是18个亿 这是先得到分子 18个亿 然后题目告诉你 A上市公司 他自己的 这个净资产额 如果是 20个亿 这么一算 大于等于50% 同时的话呢 又超过了 超过5000万元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构成重大资产冲突 再看第三个指标 这个营业收入 20个亿 乘以20% 得到4个亿 营业收入这一块 需要跟成交金额 进行比较吗 他不需要 跟成交金额 进行比较 所以得到 这个分子 就是4个亿 然后上市公司 他自己的 这个营业收入 如果是 32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的确 他没有达到 50% 但是问题是 是不是构成 重大资产冲突 三选一 这三个指标 有一个满足 就构成 重大资产冲突 这是呢 购买的资产 为股权 怎么处理 事没完 赶紧看下面 但是 说购买股权 导致上市公司 取得 被投的企业 控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 以被投的企业的 资产总额 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 营业收入 以被投的企业的 营业收入为准 资产金额 以被投的企业的 净资产额 和成交金额 这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A市上市公司 他购买B公司 80%的股权 成交金额 是78个亿 然后题目还要告诉你 被投的企业 这个B公司 他的资产总额 100个亿 然后净资产额 40个亿 营业收入 是20个亿 你首先需要搞清楚 因为上市公司 他取得B公司的 控股权了 取得控股权 意味着什么 在算那个指标的时候 我们先看第一个 资产总额 需要乘80%吗 注意这一块 不乘80%了 拿这个B公司 全部的 100个亿 跟成交金额 78个亿 进行比较 这两个数 哪个数大 用哪个 所以最终得到 这个分子 是100个亿 然后A上市公司 他自己的资产总额 如果是30个亿 那100 除以30 大于等于 50% 就构成 重大资产重 大家想想看 这个资产金额 那40个亿 不用乘80%了 那全部的40个亿 跟成交金额 78个亿 进行比较 哪个数大 用哪个 得到分子 是78个亿 再看营业收入 这个营业收入 用乘以80%吗 不用乘80% 然后需要跟成交金额 进行比较吗 不需要 因为这个资产总额 跟净资产额 的确呢 需要跟成交金额 进行比较 营业收入 跟成交金额 没有关系 拿它整个的20个亿 作为这个分子 就可以 这是大家需要清楚的 这是第一条 购买的资产 为股权的时候 带他们去处理 你把第一条掌握了 就基本上 可以上考场了 然后看一下第二条 出售的资产 为股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其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以资产金额 分别以被投的企业的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以及净资产额 与该项投资 所占股权的比例的成绩 为准 讲到这儿 大家注意 就是拿成绩为准 跟成绩金额有关系吗 注意这一块 跟成绩金额 没有关系 这是呢 如果出售的资产 出售了20%的股权 就直接拿被投的企业的 相关指标 乘以这个20% 就可以 跟成绩金额 没有关系 但是 说出售 股权 导致上市公司 丧失 被投的企业 控股权的 如果将90%的股权 都出售 你丧失了 这个控股权 在这种情况下 其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以及资产净额 分别 以被投的企业的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和净资产额 为准 还用成90%吗 不用成90%了 所以这点 大家清楚 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 再看第三条 上市公司 同时购买 出售资产的 应当分别计算 购买出售资产的 相关比例 并要二者中 比例较高者 为准 什么意思呢 上市公司 同时出售 有购买资产 例如 这个资产总额 说购买的这块 是52% 然后出售的话 最终是48% 这个资产总额 这块怎么算呢 这俩数 哪个数大 用哪个就可以 然后再看第四条 上市公司 在12个月内 连续对同一 或者相关资产 进行购买 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 分别计算 相应数额 就可以 这是指标计算的问题 再看第四条 重大资产 重组的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 上基础班 我稍微念一遍 靠钱 不用多管 现在第一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有关环境保护 土地管理 翻垄断 等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但第二条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第三 重大资产重组 所涉及的资产 定价公允 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四 重大资产重组 所涉及的资产 全属清晰 资产过户 或者转移 不存在 法律障碍 相关债券债务 处理合法 第五条 有利于上市公司 增强持续 经营能力 不存在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 重组后 主要资产 为现金 或者无具体 这个经营业务的情形 第六条 有利于上市公司 在业务 资产 财务 人员 机构 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 保持独立 符合中国政量会 关于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第七 有利于上市公司 形成或者保持 健全有效的 发生治理结构 这是重大资产 重组的一般要求 再看第二个Code 发现股份 购买资产 这个Code 整个Code 本身肯定是 八个型号 但是有些具体内容 可以选择 战略放弃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条 上市公司 为了促进 行业的整合 转型升级 在其控制权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可以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控制的 关联人之外的 特定对象 发现股份 购买资产 所购买资产 与现有主营业务 没有显著 协同效应的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的主营业务 是搞餐饮 但是购买的资产 是人工智能 GPT 那这种情况下 应当充分说明 并披露 本次交易后的 基因发展战略 和业务管理模式 以及业务转型升级 可能面临的风险 和应对措施 第一条 靠前不用多管了 再看第二点 特定对象 以现金或者资产 认购上市公司 发行的股份后 上市公司 用同一次发行 所募集的资金 向该特定对象 购买资产的 视同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它分成两步走 说假的话 这是上市公司 向A发行了三千万股 非公爱发行 向A发行三千万股 然后A的话呢 向上市公司 支付了十个亿的现金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用同一次 发行所募集的 这十亿的资金 向A来购买什么呢 购买 购买资产 什么资产呢 A持有 以公司 这个百分之九十的股权 他说拿这个十个亿 来购买A公司 持有以公司的股权 尽管分成了两步走 但是同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如果是一步 一步的话 什么叫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呢 是上市公司 向A发行三千万的股份 同时的话 我用来向你发行股份呢 是购买A持有以公司 百分之九十的股权 所以这个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大家适当的注意一下 这是基础班里边 我们会讲一下 再看第三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基本要求 包括四条 这也是基础班里边 听过一遍 靠前可以选择战略放弃 第一 充分说明并披露 本次交易 有利于提高 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 和增强持续盈利等 有利于上市公司 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 增强独立性 第二条 上市公司 最近一年 及最近一期 财务会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被出具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的 被出具了黑三类 必须经 注册会计师专项 核查确认 该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所设计事项的重大影响 已经消除 或者将通过本次交易 预消除 第一个 盯住 实践标准 是最近一年 被出具 这个黑三类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第三条 上市公司积极现任董事高管 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 连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 连调查的情形 但是 涉嫌犯罪 或者违法违规的行为 已经终止 满三年 交易方案 有助于消除 该行为可能造成的 不难后果 且不影响 对相关行为人 追究责任的处案 再看第四条 充分说明并披露 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所购买的资产 为全数清洗的 经营性资产 并能 在约定期限内 办理完毕 全数准益手续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 基本要求 第四个 是发行价格 这是八个型号 必须清楚 现在第一条 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到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九十 但第二点 市场参考价 这一块是三选一 它是本次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前提是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可以是 二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六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一百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 均价 之一 三选一 这三个数字 需要记住吗 肯定需要记住 三选一 这个大家必须清楚的 谈到这个价格的问题 我们可不是低处 讲类似问题了 首先我们看低处 第一处讲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非公开 发行股票 主板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 它是 不能低于 这个市场 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八十 这是定价基准日 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 它这就是二十个交易日 二十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 这是非公开发行 但是刚才讲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呢 它是不能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九十 这个市场参考价 它可以是 二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六十个交易日 也可以是 一百二十个交易日 千万别急串了 然后第三处呢 咱们先讲 上市公司 配股增发 讲配股 没有配股价格 不能低于多少 但是增发 这个增发价格 是不能低于 二十均价 或者 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但第四处 是上市公司 发行客转债 那么客转债 它有一个 这个转股价格 是不能低于 二十均价 和 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但是讲到 客转债的时候 还需要划分 如果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客转债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这个转股价格 是不能 向上 修正 如果向特定对象 发行 这个转股价格 不能向下 修正 这是这几个数字 肯定需要记住 到后的第十章 我们还会讲 一个内容 这是呢 这个关于 这个发行价格的问题 然后第五条 股份转让的限制 这个靠点 八个型号 必须掌握的 像第一点 特定对象 以资产 认购 而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期 十二个月内 不能转让 一般情况 锁定期 十二个月 但是 属于下载期限之一的 三十六个月内 不能转让 第一 特定对象 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控制的 关联人 第二条 特定对象 通过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 取得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什么叫 实际控制权 还记得吗 刚讲过 上市公司的收购 什么情况 表明 它取得或者拥有了 对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四选一 那几个标准 第一个 是大于等于 百分之五十 然后第二个 超过百分之三十 再看第三条 特定对象 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对其 由于认购股份的资产 持续 用权益的时间 不足十二个月 如果不足十二个月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说假 这是一个上市公司 他现在的话 做餐饮 餐饮的话 生意不太好 然后乙公司的话呢 是搞人工智能的公司 比较热 然后呢 这是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 AB 是乙公司的两个股东 其中 A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九十的股权 并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权 这个上市公司 他想进行 要升级 想取得 对乙公司的股权 想把乙公司 全部买下来 买下来 从谁手里买呢 从乙公司 AB两个股东 手里边 买股权 第一种情况 如果上市公司 手头现金 特别多 他呢 可以 向AB两个股东 支付现金 说我给你 一百亿亿的现金 然后呢 你把持有的 乙公司的股权 卖给我 如果拿现金购买 这个简单 第二种情况 说这个 破上市公司 没有现金 但是呢 他有一个 源源不断的资源 是什么呢 他可以发行股份 于是呢 这个上市公司 向AB发行股份 向A发行9亿股 向B发行1亿股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购买什么资产呢 购买AB持有的 乙公司的股权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然后题目告诉你 购这个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之前 它的股份总额 是91 90亿股 发行之后呢 变成100亿股 站在A的角度 它取得 对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了吗 没有 因为它本来 就是 A手里边9亿股 占发行之后的 股份总额 只是9% 它没有取得 对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 A 它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这个锁定期呢 就是 注意这个锁定期啊 应该呢 是这个12个月内 不能转让就可以 这块是12个月 但是 如果题目告诉你说 A 通过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 将取得 对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如果取得 实际控制权 那么这个锁定期 就是 36个月内 不能转让 所以到底是12个月 还是36个月 要盯住什么呢 A 是否取得 实际控制权 这个比较简单 关键是 如果题目告诉你 说这个B B持有以公司 10%的股权 它持有这个股权的时间 如果不足12个月 不足12个月 就赶上上市公司 向它发现股份 购买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证监会担心什么呢 担心B 占什么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 说B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这个一股的股份 这个锁定期 就是什么呢 36个月 是36个月内 不能转让 所以这一点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关于 这个锁定期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 去年主 这2021年 还考了这么一个题目 说根据规定 上市公司 发现股份 购买资产时 资产出让方 为该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的 他本次发行的股份 锁定期是多少 你的发行对象是什么呢 已经是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所以这个锁定期 是36个月 所以考这种单选题 白送分了 然后再看第六条 他如果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导致特定对象 持有或者控制的股份 达到法定比例的 应当按照上市公司 收购 管理办法的规定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或者强制要约 收购义务 对这个第六条 如何理解 不用多管 因为什么 你是出题老师吗 不是 不是这事就很简单 不用你出题 你是防守一方 所以如果出题老师 他非得要考到这一块 例如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导致呢 说A A的话 持有 如果是到5%了 怎么去处理 到5% 持股大户 包括制度 然后超过30%了 怎么去处理呢 超过30% 什么情况下 有一个强制要约的问题 所以跟收购哪块 可以结合 所以你稍微听一下 就可以 知道有这么一个事 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该披露披露 该发要约 发要约 就可以 然后看一下表 7到7 这表帮大家总结的是呢 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还有这个非公开发行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非公开发行 说假设上市公司 它就是像A股东 非公开发行 谈不上什么购买资产 就是像A说发行 3000万股 然后A的话呢 掏10个亿的 这个现金 这是像A 非公开发行 然后什么叫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呢 说假设上市公司 想取得 以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从谁手里买呢 从一公司 A、B两个股东 手里边买 但是上市公司 又没有那么多现金 所以这种情况 是像A、B 分别发行 9亿股股票 和1亿股股票 这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几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 发行价格 我们先看 非公开发行 它的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 20均价的 80% 当然像A、B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呢 它的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 这个市场 参考价呢 90% 但这个市场 参考价 是什么呢 是三选一 再看一下第二个区别 关于定价基准日 非公开发行 定价基准日 一般情况 是本次 发行期 首日 一般情况 是发行期首日 但是特殊情况 什么叫特殊情况呢 如果是向控股股东 非公开发行 或者通过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 将取得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 或者 向境内外 战略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 是特殊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定价基准日 是三选一 这个三选一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 也可以是 股东大会 决议 公告日 也可以是 发行期 首日 但如果是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这个市场参考价 大家说 你找到的是什么呢 是 董事会决议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 跟股东大会 没有关系 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 它可以是 二十个交易人 也可以是 前六十个交易人 也可以是 前一百二十个交易人 这三个数字 记住了吗 咱们住快可 考个N次 多选题 考案例题的时候 也需要清楚 再看第三个区别 锁定期 如果是非公开发行 锁定期 是六个月 和十八个月 但是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呢 这个锁定期 是十二个月 和三十六个月 这是一般情况 如果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构成借客上市的 这个锁定期 就变成了 二十四个月 和三十六个月 什么叫借客上市 咱们下一讲会